好嘞 谢谢大家 然后非常感谢大家来 慧阳跟我们的相遇 今天对我来说 其实非常紧张的一场 我们以前是感觉在开演唱会 然后这一场 其实就由自己的家人 然后也有欢迎 哦 有高中老师 有初中老师 还有小学老师 他们都在 对于我来说 这更像是一场 慧阳演出 你们的孩子这几年 这外面还可以 然后有 很幸运的机会 有那么多人愿意陪我一起来 慧阳看你们 然后对于我来说 也有一个非常大的惊喜 就是我没有想到 能够这一次 我的小学老师 就第一个发现 我才说 我没想到我去唱歌 我会让张老师 然后她就说 耶 先生 先生 这里 在这里 03年的时候 录的一首歌 我这里很有期待哟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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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也是昨天才知道这个消息 我非常感动 他一直把很好 掌声 双声 先生 先生 在这里 我已经是一场起感 最厉害了 先生 可以 可以帮我跟大家一点时间 听一下 21点前的就声唱歌 小声 啊 好了 按下三二一 我跟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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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再大一点点 琴琴的老师就在这里 神神 神神 这里 掌声 掌声 在这里 掌声 在这里 掌声 谢谢张老师 不让你来回来 不知道是张老师给我们的 大家谢谢张老师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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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 我的初中老师 或者高中老师 他们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一次 你唱音乐不好 或者是 音乐会耽误你什么时候 所以我觉得自己 谢谢 我们的这样子 我们的一个际系